首先我想请局长给我们解释一下,就是什么是铁路电气化? 电气化是,铁路电气化你要是在侠义上的讲,好像是一个铁路动力的一个改革。 换句话说,在过去,你都知道是有蒸池之前,烧煤的,然后进去到柴油电气之前,再进步,用高压的电流收到的架空线里面,直接收到动力确定的牵引力。 全世界有140几万公里,大概有四分之一是电化,而它担幅的,运量也大概都在55%以上。 那么我们这个铁路电气化的计划是从哪里到哪里,一共有多少? 我们这个铁路电气化已经建立所谓的西部的干线,是由基隆到高雄。 那么假设,轨道讲是1000公里这样,因为我们有双轨计划。 换句话说,这1000公里的轨道上面,都是要有一个什么刀架空线,能够有1000公里。 那么我们这个铁路电气化,它的总薪税是需要多少?同时我们预计的是分析来的工。 所以这里边谈到精神,谈到电化的工程内容。 工程内容,刚刚我们谈到就是关于整个什么,任何一个古代上,就有一个架空线。 所以对于上海上去建车的。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的这种重新的干线,不能用了,把它裁掉从改成性下变难。 那么再就是有一部分就是耗质的部分,现在的耗质部分就要把它改革,另外加一部分新的耗质。 那么另外还加一部分什么自动停车的箱子。 就是万一要是人为疏忽,能闯过红灯了,它自动可以停下来。 那么最主要的当时是机车车。 机车车我们有两种,一种是电气机车。 电气机车我们当时有94部电气机车。 另外我们还有电车,电车组有13组的电车组。 那么这种电车组就是为了高速度的行车。 这个全部美金方面价格是大概1亿8千万美元。 1亿8千万美元。 那么另外还有40几万台币。 总共加起来差不多110亿元。 那么准备分几期来施工。 这个钱一共110亿元,但是这里面有70亿元是贷款。 我们就准备分三期来施工。 第一期是由基隆到渡南。 这个大概在64、65年级就可以完了。 第二期是山海县,大概是66年级就可以完了。 那么第三期是由江华到台南。 预计是67年完成。 配合这个九大建设工程。 那么重重有5年内完成。 是,那么目前已经出现了这个专业。 目前现在是,初步现在是关于这个省标的程序。 省标以后,我们是根据经验技术, 根据规计算,根据赛产条件,根据这个价格, 等这些整种综合的程序。 那么我们分出这个很优先的设计。 现在已经给这三家厂面分别在这个, 在这个,在结交中。 比如关于耗制的部分, 那个是,那个是瑞典。 关于这个整个这个制度, 这个耗制的这个电化的系统, 这个是写定的影响。 那么另外一个, 美国也是有一部分机车大型的, 多轴大型机车, 还有一部分钢轨在美国。 我们现在正在很顺利地进行。 那么这个请您简单给我们谈谈, 铁路电气化以后它的效益。 铁路电气化的效益就是有多方面的。 那么直接讲一下, 我们可以说它很迅速, 所以有此地到高, 到台中也是两个小时。 除了迅速之外, 同时也能达到铁路服务旅客的, 舒适、经济和安全的要求。 铁路电气化以后, 同时也可以配合, 今后核能发展, 其中共景, 更新对国际原油的依赖, 以发展我们的经济。 感谢观看。 谢谢观看。 观看。 观看。